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冬天里 许多动物都会睡一个长长的觉 这一觉 睡得又沉又香 这就是冬眠 春天来了 动物们睡醒了 小吐蕃鼠布鲁诺从漫长的冬眠中醒来 觉得神清气爽 浑身是劲 他想赶紧出门去看看这个广阔的世界 他跑啊 玩啊 直到筋疲力尽 这时候 他发现草地上有个小洞 就钻了进去 在里面舒舒服服地打了个盹儿 当布鲁诺睁开了眼睛 你猜 他看见了什么 哇哦 那是一朵花 一朵好美好美的花 一朵蒲公英 哎 你好 布鲁诺说 他感到自己的心激动地 砰砰直跳 蒲公英也说 你好 他全身上下 散发着光芒 就像太阳一样 他们笑啊 玩啊 一起度过了很多美好的时光 每一天 布鲁诺都觉得 自己的蒲公英变得更加可爱了 每一次 他都为蒲公英的变化 感到无比地惊讶 蒲公英最喜欢 他们俩一起 在月光下翩翩起舞 到了睡觉的时候 布鲁诺就悉心地守护着他 一天清晨 蒲公英盛开了 他看起来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 他的美 让布鲁诺心中充满了喜悦 蒲公英问 我说 你相信我吗 布鲁诺有点差异 我 我当然相信你 我是说 不管发生什么事 你都依然相信我吗 嗯 是的 不管发生什么 那好 我想让你 深深地吸一口气 然后 用最大的力气 吹向我 我保证 不会有事的 一切 一切都会好好的 嗯 布鲁诺 用尽全力 吹了一口气 但是 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吹天哪 他做了什么 他把他的花都毁了 布鲁诺难过极了 但是 他向我保证过 一切都会好好的 一切 一切 而我也答应过 要相信他 这是一个承诺 普公英 跟他说过 一切都会好好的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布鲁诺叹了口气 他独自一个人 向这个广阔的世界走去 一路上 布鲁诺发现了 许多新奇的事 他真的很开心 他多么希望 能把这一切 都告诉普公英 他总会想起 那个承诺 普公英说的 一切都会好好的 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秋天来了 他好想念 他的普公英啊 于是 他决定回到 那片草地上 那个留下了 他们许多快乐 回忆的地方 天气 变得越来越冷 布鲁诺开始犯困了 他想 自己该挖个地洞 准备冬眠了 他把身体 全成一团 轻轻地 闭上了眼 他想 这是一个承诺 普公英说过 是的 普公英答应过 一切都会好好的 想着想着 布鲁诺就睡着了 他睡得很香 很香 起床的时候到了 布鲁诺睁开了眼 你猜 他看到了什么 他看到了 满眼的 普公英 是的 普公英没有忘记 他的承诺 一切 都会好好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